大家好 我是谢娜 你不是主持人吗 你是真心要来这边比赛吗 对啊 我不是来玩票的 我这个人是不怕挑战的 特别是当我喜欢的话 我不会怕别人的声音 我上台以后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 跟舞台融为一体 我无比地享受这个舞台 觉得很幸福 这可能就是我说的我的梦想吧 而这个梦想 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的热烈 我来了 我会咬着牙 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 不会让我这段时间留下遗憾 那每一天 我都要拼尽全力去做 才不会觉得对不起这段事情 再来一遍 再来一次 再来一个 再来 这是我最开心的是 我可以当创始人 看到我的每一位成员 全部坐到安全的位置上面 我会加油的 如果我能够走到武功 那也就五个舞台 我为什么不去累一点拼一下吗 这一位成员 其实就是 我希望ache亚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主持人谢娜 但是没有人知道 我在心里有多爱唱跳这件事情 所以我好珍惜 我一定要努力跳 还有一个 就是想要我的队员 有更多的机会留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 我街头散步偷偷穿路纪 野城沾动滴滴答 想想时差滴滴答 我早插月光色在你头发 随心的话滴滴答 即使交叉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连窗队的三位队长 现在还要完成一个合作 新纳联合创始人队 将会有两姐姐暂别舞台 很自责 很难受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 让我的队友们都安全 接下来对我来说 最难的应该就是唱歌了 就哭了 所以我想挑战 她每次走过来的时候 看着我就哭了 我就好像看到以前的那个 朝着自己的梦想 一直无谓的向前 那个自己 嘿 那个是你吗 无装过的自己 坐在对面的灯下 之前问个他里面的他 也试过要说服自己 嘿 我看见你走过来了 支持者 谢娜姐姐 未能获得本轮合作秀的胜利 因为连着输了两宫了 在这一宫选完歌以后 之后我们组的士气是比较低迷的 这次最大目标就是 替他们拿到成分创始人冲进决赛 所以我一直是希望把 很积极的心态传递给队员们 我们这宫要逆战 决赛更要逆战 前世影迹 你的天地 这心仍然远如迷 繁华生世丽 你不是第一名 恭喜第一名 恭喜两位陈锋创始人 恭喜 不要问我why oh why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秘密 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 是什么让我都再不害怕失去 以前我很羡慕他们是女团 现在我也可以 年度成风席位的获得者是 谢娜 恭喜谢娜姐姐 龙凤成风2023年度成风创始人 从我自己一个人离开家 到北京北漂开始 我如果不努力去拼命 就没有舞台 但是我告诉自己 我要努力 我要拼命 我要对得起 每一个看得起我的舞台 我是出道27年的谢娜 成风之旅 有时候很像人生 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 但我从来不会放弃 我们一定可以 心之所向就是最远的地方 我会一直记得这个有笑 有泪 有汗水 的热血夏天 谢谢你们的每一句鼓励 爱你们 我会想那么的像太阳